做实话公布了 今年上半年度的业绩 这个业绩的表现呢 非常之理想 这个存益的增长按链有差不多 330% 主要原因就是 在过去一年呢 这个成品油的机器落实之后呢 他们的成品油的价格 可以跟随外围 跟这个事先的油价 还有就是国际油价呢 跟随呢 去上调 当这个国际油价呢 出现一个上新的时候 这个机器呢 对于重实化来讲呢 可以得到的 就是改善这个 炼鸟业务的无利率的一个 很好的提升的作用 我相信在未来一段时间呢 这个重实化呢 也不用跟过去一样 要政府的宝田呢 才可以发展他们的公司 下游的业务 在未来呢 可以把这个下游的业务呢 保持在一个比较 这个毛利率方面呢 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 还有就是他公司呢 算不得收购 11家的子公司 我相信可以增加他们 营业方面的增长 对于他们未来的业绩来讲呢 也是有一个正面的支持 不过在香港的股价来讲呢 从从上了这个气块之下呢 已经开始了反映了 这个一些的这个利好的因素 我相信在这个水平来讲呢 要有一些的整股 呃要有一些的整股 呃要有一些的整股